中国发改委发文要求钢铁企业分散购买铁矿石 另外数字货币在昨天晚上遭遇学习 比特币一度跌破3万美元大冠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0日 星期四 我是Mike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刚才说到昨天澳洲的股市是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主要是由于矿产股的跌幅均超过了2% 那为什么矿产会下跌这么多呢 因为之前涨了很多 自然它总有一天要回调 当然了 这只是开玩笑 真正的导火线是来自于中国发改委宣布 将会发文是要求全国各大钢铁企业分散购买铁矿石 另外要求国内的加大对于铁矿石的开采力度 换句话说 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说 要不买或者是减少澳洲的铁矿石购买量 但实际上其意义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知道自从疫情以来 中国是率先从疫情中恢复 之后是通过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来拉动经济 因此使得铁矿石价格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是一路上涨 但由于巴西和非洲目前疫情依然是非常严重 加上路程遥远质量又不够 因此主要的铁矿石是从澳大利亚进口 所以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就是日渐高涨 从去年的大约是500人民币一吨涨到现在的1300人民币一吨 在这么大的涨幅成本上市的背景之下 中国的钢铁企业也是面临的巨大的成本压力 但是我还是说到那句话 虽然说中国发给伪是表态 但是由于现在不论是巴西还是非洲 它的疫情没有结束 它的产量一时半会儿是上不去的 再加上铁矿石本身的质量也没有澳洲出产的好 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国际货运成本 其实比疫情之前也涨了一倍 换句话说如果从澳洲到中国的路程 把它这个成本啊 用来从非洲或者从巴西来取代的话 那么这个运输成本要增加整整1.5至3倍 所以呢 我们说虽然说发给伪是发文 要求港铁企业分散购买铁矿石 但是这个分散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要真正说澳洲铁矿石被完全取代 应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 只能说从澳洲铁矿石的百分比 可能会下降一些 你要说下降很多 在12到24个月之内也很难办到 那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呢 这个大家会担心现在铁矿石下跌 或者是中国对于澳洲的外交关系不太好 会不会导致澳洲股市出现重大下跌 那我的基本观点呢 依然是在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之前 包括像是在各国的经济 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强度 或者说是完整度之前 各国政府是不会允许 房地产和股市出现崩盘 这样的局面 小的回调是可以的 大的下跌 是应该说是不会被鼓励 或者说会立刻有利好政策出台 来扶植住暴跌的 那么再说一个话题呢 就是有关于数字货币的 我们知道数字货币 从今年年初1月1号 大约是3万美元 涨到呢 上周最高的大约是6万8千美元 涨幅仅仅在四个月 四五个月之内 就达到了一倍之多 但是从6万8 回到3万 大家想用了多少时间 用了仅仅不到14天 也就是两周不到的时间 那么自从呢 在本周初 埃隆马斯克发文说 特斯拉将会停止 接受比特币支付以后 比特币呢 就开始了高位跳水 从5万3 跳到了4万3 从4万3 跌跌跌跌跌 昨天是跌到了 3万8 3万9 附近 主要是由于中国 银监会 还有三个委员会 联合发文要求呢 使各大支付平台也好 支付方也好 不得使用数字货币 或者比特币的支付 导致这个比特币呢 从4万3 再跌到3万8 然后昨天晚上呢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数字货币呢 或者说是以比特币 为首的数字货币 在短短三个小时之内 暴跌幅度超过了30% 比特币呢 最多从3万8 3万9 跌到了2万9千 跌幅整整是1万美元啊 也就是说 比特币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 让200亿美元 应该是200个billion 大约是2000亿美元的 这个价值啊 从市场上蒸发掉 可以说数字货币呢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你想玩数字货币 那么你就要准备好 一天上涨30% 同样一天有可能下跌 30% 因为它的核心价值 至今依然没有办法 被准确的衡量 而且呢 无论是比特币 以太坊 还是利波币 等等莱特币 其实它都容易被取代 我随便再生成一个 阿猫阿狗币 那真的现在就有一个狗币 随便取个名字 它其实的发行的作用 发行的机制 就完全可以取代 其他的数字货币 所以在没有各国政府 央行以及黄金等等 一些背后支持之下 它真正的价值 很难被确认 但是呢 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呢 应该说啊 绝大部分的参与者 它并非是投资 而是以投机为目的 是以短线为目的 所以如果你是希望是短线投机 那么临时的赚一把 那可能数字货币 的确它每天的波动会很大 但是如果你是长线投资的话呢 当然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 首先在68000的时候 数字货币已经非常高 但是从68000被打压到 现在的3万附近 跌幅超过了50%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不论它之前的投机行为 有多高 任何的产品 只要是被打压超过50%以上 我个人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在之后几天 我会研究一下 打压了50%以上价格的比特币 到底现在能不能投机一把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